刘德华成龙都得不到的女人 曾和梅艳芳其名 如今独身娱乐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圈子 说她喜新厌旧是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的新人进入娱乐圈 同样也有着很多的明星渐渐淡出娱乐圈 这也是时代的变换 而80年代娱乐圈的明星 到现在还被人记住的不多 在80年代90年代的娱乐圈里 很多的女明星 她们的颜值魅力 比起现在的当红明星不知道高出多少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美颜滤镜 她们的颜值几乎都是纯天然的 有几个60年出生的女明星 在当时的娱乐圈里 成龙、刘德华都想把她娶回家 钟楚红因为和当时的周润发合作而出名 她的颜值气质能走红也是必然的 虽然钟楚红在娱乐圈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年 但这十年里 她合作的明星大牌确实令很多明星羡慕 可能你不熟悉钟楚红 但你肯定看过她的作品 钟楚红最红的时候 汉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都可以比肩 颜值、演技、魅力都不分上下 她的感情更是令人羡慕 曾经的刘德华在采访中说过 最想娶回家的娱乐圈女神是钟楚红 成龙为了能够追她 在合作的电影中安排两人电影中拍拖 这也仅仅传出了绯闻 同样和钟楚红有绯闻的还有林紫祥 而钟楚红却没有被这些明星大牢打动 一直坚持自己的本心 后来的钟楚红嫁给了自己喜欢的朱家鼎 两人婚后的生活更是令人羡慕的 婚后的钟楚红选择退出了纷乱的娱乐圈 和自己的老公朱家鼎一直过着幸福浪漫的生活 能有如此结局的钟楚红 离不开她在娱乐圈十年的不忘初心 和不被名利所动的性格 然而幸福总是会和人们开玩笑 钟楚红的老公在2017年先移不离世 钟楚红也选择为丈夫守寡至今 如今儿无女 独身艺人 生活过得还算是惬意 虽然少了亲人相伴 但以她的脾气性格生活也不会过得太差 这样专情的人 应该祝福她晚年生活愉快